剛剛講的不就有神蝦可以便宜吃嗎 今年還有一種神魚 也可以比較便宜的價錢吃到 好機會 今年其實是鰻魚 對我們來講 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季節 你知道鰻魚過去我們要吃是吃不到 因為台灣的百分之 鰻魚90%都外銷是日本 我們只能吃那剩下的10% 所以以前鰻魚的價錢真的很貴 你知道過去一公斤600塊 後來一直飆到1700塊 我們想吃都還吃不到 可是今年日本人很迷鰻魚 你知道日本人迷到什麼程度 日本人迷鰻魚 迷到有鰻魚節 你知道每年7月的時候 他們有所謂的土用寵日 但那一年日本人 就是這個選在夏天最多的那一天 他們還要吃鰻魚 說可以消暑開胃 補元氣 這年日本人迷到這種程度 我們自己都講得不好 但是因為今年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那個鰻魚就沒有辦法賣到日本 然後剛好因為我們很多餐廳 現在也有疫情的關係 所以今年其實鰻魚的那個 等於是我們中秋節 求鰻魚是最好的機會 你知道他們那個鰻魚 他們做出來的那個 漁業署做出線上鰻魚劑 說現在只要1800塊 四片鰻魚 再送四片的三百魚刀 削到這個程度 然後說最誇張 還有168公克的八尾鰻魚 只賣你1688元 所以今年就賺中Q 真的吃鰻魚是好機會 還有鰻魚 其實也算是我們台灣之光 台灣的鰻魚其實故鄉最大的產地 是在雲林的孔湖鄉 它佔了台灣鰻魚的產能七層 那其中有一個村很特別 叫做浦南村 96%的全村的人都在從事鰻魚養殖業 所以這個等於是 等於在那裡黑筋你怎麼知道 講到這個我還要講一個 就是有一個鰻魚 其實我們台灣之光裡面 有一個女老闆川崎 就是他叫郭瓊英 這個女老闆他以前是一個會計 他是做會計的 然後在日商上班 那因為他已經是最中間的人 所以他們就出賣漁獲 所以他這個女會計 他就自學日語 然後他也去跟那些師傅 去學說怎麼樣蹭鰻魚 因為他鰻魚要蹭腫 後來90年代的時候 因為日本拋漠經濟就收掉 那這個女會計 他當時已經是經理了 他就花了1500萬 把這個公司給頂下來 然後專門做出口日本鰻魚的生意 結果後來當然就是生意做得很好 你知道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日本人就中間又孤孤 他跟我們講說 他這個人不應酬 他不喝酒 那日本人 你大家知道日本文化就是要應酬喝酒 他一個女人他不跟你搞這個 可是那為什麼日本人買他的單你知道 他說日本人看那個池子的時候 他就留兩隻的魚鰻魚 沒水 他怎麼樣你知道 他用手拇指跟食指 把這兩隻鰻魚抓起來 他跟日本人說 這種魚我不會賣給你 光這個動作日本人就從此跟他做生意 你知道這個動作意表什麼 第一個他可以用他的手 兩隻手指抓起來 因為鰻魚你如果把他弄捏死 鰻魚就沒有架子 鰻魚很熟啊 對 所以你能這樣子 一隻手把鰻魚熟起來 那個是工夫啦 你本來這樣 這個女人不是一般人 他真的是很熟 然後他可以用這個手 單手去秤重 所以他說他的秤重啊 單手秤重不會超過正步時刻 所以這樣的一個女人 他讓日本人知道說 所以即便他說他們做鰻魚做到 後來還有黑道啊 要說賣那個生病的鰻魚要給他 就是等於就有點像我們講的 黑道那種霸王茶的概念 工夫茶啦 就是工夫也要叫你 但是他等於知道 他如果連一個女人家 連鰻魚都可以在所有的池子裡面 這樣撈出來這種強悍的個性 他在怕你 所以他到來就請我們的警察 來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我說大家以後再吃鰻魚 今年真的 大家要知道就是說 不管是日本或是台灣 其實鰻魚真的是我們土產的黑金之光